伤亡命人奉上笔竿所送的花壶球 达琪一眼认出了菜侠的火红狐毛 心底难过 之后 子虚来到达琪身边 达琪自责不已 认为是自己害了子虚的家人 子虚施法让凋零的鲜花死而复生 达琪想祭拜子虚家人的临位 子虚难过落泪 心底充满了痛苦 却没有半分怪达琪的意思 认为笔竿才是害死他家人的真正仇人 为了告慰家人的灵魂 子虚想要夺下笔竿的心 达琪愿助子虚报仇 朝堂上 神功报压出费众 成刚建成的摘星楼已裂 要求山王将费众就地正法 费众生生海冤 反称摘星楼出现崩裂 是因为笔竿火烧皇帝轩缘坟 故天降雷劈责罚着大伤 山王怒斥笔竿 认为笔竿居心叵测 笔竿向来忠心 他对山王的指责愤怒不已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 笔竿当朝称 自己愿回府坐等山王对他抛腹阿兴 四方诸侯已经造反 山王却未得到一点风声 他认为此事定是笔竿在欺瞒他 故他只见怒气冲冲来到笔竿府邸 笔竿冷笑出声 诸侯造反的消息并非是他故意不上报 而是上网从来都不想听 他不惧怕上网手中的剑 他宁一死图个清静 自此后 大山便再无任何人会为山王挡箭 山王听了笔竿这番话 丢箭离开了笔竿府邸 他回到后宫称 自己不杀笔竿是因为心软 打紧从中挑拨 令山王对笔竿的怒气更多了几分 笔竿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守灵人 他称血缘大火烧了一切 他只能靠行器为生 笔竿心善给了江子牙一袋钱财 江子牙为感谢笔竿 他给了笔竿一颗丹药 称笔竿服下此药后 此药便可替他的心 救笔竿一命 之后江子牙晾出身份 他知笔竿忠心为主 但倘若笔竿有一日心死 便可向西来 江子牙消失在树林深处 笔竿从梦中进行 方才知道刚刚的一切是场梦 而他手中紧握着的是江子牙所给的丹药 山王独自召见笔竿 笔竿依旧不相信 山王会如此丧心病狂去他的心 可直至见到了山王 笔竿才知道天大地大 山王竟容不下他的忠心 笔竿亲自动手挖心 他的心被送到了打几面前 打几十分诧异 笔竿的心竟散发着光芒 子虚看了一眼笔竿的心 深知笔竿还活在人世 他决定亲自动手杀了笔竿 取走笔竿的心 笔竿挖心之后离开了朝堂 文太师看到笔竿离开的身影 连忙让黄飞虎跟上笔竿 查清笔竿的行踪 笔竿一路向西 他在路上遇到了卖空心菜的妇人 妇人以言语刺激着笔竿 告诉笔竿 人若无心必死 笔竿口吐鲜泻倒在地上 妇人变成了子虚 子虚想取走笔竿的心 可突然间笔竿身旁刮起了一阵旋风 子虚重伤匆忙离开 武成王追上了笔竿 想知道是谁害了笔竿 笔竿却只告诉黄飞虎 若是有一日心死 可想悉行 随后他便死在了武成王的怀中 笔竿已死 打几心底没有半分怜悯之心 认为笔竿如今的下场 要怨只能怨他自己 是笔竿太过于衷 正在这时 子虚来到打几宫中 他身负重伤的告诉打几 笔竿这回是真的死了 且他急需疗伤